大家好,我是蛋塔 今天我们来看美空启示录大结局了 红发女巫来到小奔和杰夫的研究所 想建两个技术展 温姐拦住了她,因为她没有预约 红发轻轻试了个咒,温姐就被定住了 说着便把门禁卡拿走了 再继续看研究所 小奔和杰夫还在为邵站人员分配的审承旨 杰夫自作主张的把两人分到了聚集了最强大脑的第二邵站 然而第四邵站才是全人类向往的地方 我们还知道了蓝灯让他们把机器人胖姨对蓝灯的记忆抹去 送去第三邵站 这也就解释了前三集里胖姨的表现 不记得蓝灯,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 红发静止走进了办公室 注意到了大屏幕上的邵站分布图 杰夫告诉他,世界末日到了 接着拿起一把枪准备杀了红发 红发一个转身定住了小奔和杰夫 并告诉他们,范德比尔特先生将会为自己和家人买四张第三前哨站的门票 你们给安排一下 而这个范先生就是我们第一集里看到过的Coco的富豪老爸 再回到小木屋,科迪生枝 他们已经阻挡不了蓝灯灭视了 一千颗核弹,他们根本应对不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马洛里的时光逗流技能改变过去 但他现在还不够长大,所以女巫团需要在他发育好之前先保护好他 这里就说到了身份咒 克迪给马洛里和Coco施加了一个身份咒 让他们忘记自己女巫身份的同时,又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个性 Coco变成了一个刻薄的名媛 马洛里则成了他可怜的小跟班 克迪继续告诉他们,当马洛里的法力足够强大时 他就会开始显现出来 接着,克迪王两人眼里吹了几口仙气,终于生效了 Coco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撩了撩头发 镜头一转,Coco变回了之前的小壁池了 感觉还有点亲切 给他连开车的就是假装5本司机的小麦 两人下车后,小麦不经意,看到了公车上的广告 误独女王戴娜当了脱口秀大明星了 记得上一集,戴娜帮助蓝灯,摧毁了整个女巫团 Coco照旧来到了一万的理发店 这里的时间应该是世界末日的几个月前 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部落客 两人在这里一见钟情 小麦急冲冲回到小木屋 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要烧死一个女巫的许可 克迪和红法才知道,原来是戴娜背叛了他们 但克迪拦住了正准备带着汽油和木头去处决戴娜的两个人 因为他不想他们的计划被蓝灯察觉 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集 在古堡里,马洛里告诉蓝灯,自己感觉内心藏着一个人 而那个人就快要爬出来了 从而两人有了第一次交换,马洛里的钱 这也同时唤醒了荷包之后沉睡的女巫团 克迪带着红法和小麦来到了古堡 救活了三名吃下毒苹果而亡的女巫 Coco,马洛里和丹娜 他们被复活的同时也是身份证被解除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第四集的开头 蓝灯嘲讽他们说自己早就赢了这场战争 末世摩世已经开始 很快这个世界就会按照撒旦的样子重述 然而被克迪救活的丹娜再一次选择背叛女巫团 他告诉大家自己只会选择赢的那一方 并且向蓝灯表示了忠诚 可他没想到的是前任物读女王玛丽出现了 第三集结尾,玛丽的灵魂也被雷格巴老爹带走了 但柯迪在启示之前去了一趟地下 跟雷格巴老爹重新弹了一笔交易 把玛丽带了回来 玛丽一刀杀了丹娜 给雷格巴的条件是 让丹娜这个更邪恶更黑暗的灵魂下去陪他 胖尼准备开枪 柯迪念了个咒语 机器人胖尼就爆炸了 蓝灯伤心欲绝准备爆发 谁知小麦提前吵蓝灯 堪开了几枪 蓝灯倒入 但他死亡的状态只能维持一小会儿 红发拔掉了蓝灯一戳头发 用来让马洛里定位他生命早期的时间和地点 接着一群人准备上楼施法 小麦则在楼下拖住蓝灯 然后就说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有多勾血 布洛克一上来就给了马洛里一刀 这下彻底激怒了红发 红发烧死了他 小麦看着掉下来的布洛克 没留意身后正在复活的蓝灯 就这样被爆了头 可怜的他又要回到那个地狱去了 接着蓝灯两三下解决了巫毒女王和Coco 马洛里挨了布洛克那一刀之后 失血过多也快死了 红发对柯迪说 克迪知道自己这时候该做些什么了 克迪死去的同时 马洛里则才完成了他超级女巫的转换 念着咒语回到了2015年的谋杀屋 这天蓝衣打开门 看到神父被割了喉躺在地上 而旁边的蓝灯则若无其事地玩着游戏 蓝衣愤怒了 难道任何不顺你意的人你都要杀掉吗 蓝灯委屈地说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跪下来抱着奶奶的腿求他原谅 表示自己不会再犯 蓝衣再也受不了了 让他滚出自己的家 蓝灯突然又失控 翘住奶奶的脖子随机又不忍下手 跑出了房子 就在这时突然被一辆车撞到在地 开车车的马洛里又来回碾压了他好几遍 撒旦之子就这样死了 蓝衣抱起了孙子 蓝衣说我好害怕 他求蓝衣把他拖回谋杀屋 他想跟奶奶永远在一起 可蓝衣却把他放下 说了句下地狱吧 丢下了他 而穿越回过去的马洛里 来到了2015年的女巫学校 那个时候红发还没被召唤 小曼还在地狱 左衣他们也还没死 奎妮中了一份大奖 准备去洛杉矶对讲 订了那间古老的柯太子酒店 马洛里告诉他 柯太子那里很堵的 你别住那了 好在奎妮改变了主意 也躲过了那一劫 蓝衣也把地狱里 解剖青蛙的小袋救了回来 感觉像是大团圆结局了 但是没有什么会真正死去 能量只能会被转移 而不会消失 还记得前几集里的亚当和夏娃吗 蓝灯死后 世界太平没有发生核爆 而亚当、Timmie和夏娃 艾米莉在街头相遇了 一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 三年后的一天 他们回到家 天空一片血色 放肆中围的乌鸦被杀 屋子里出奇的热 回到家 顺着墙壁的血迹 保姆躺在了血泊里 可爱的小孩手里沾满血 坐着摇摇影 小夫妻还惊魂未定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黑衣胶黄带着他两个红衣主角 看着天象找来了这里 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的生命中 这一期看下来我还是很喜欢的 只是撒旦之死的死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被车撞死 不用念咒语 也不打个架什么的 然后我小麦不管核弹炸不炸 他都在地狱里 喜欢蛋挞而秘密的朋友们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和留言呀 拜拜